吐槽大会 神物解黑得很惨的明星上了这个节目后,因为大胆的自嘲而喜败,被观众网友重新认识,所以尽管这个节目很大胆,不少明星都争先恐后低等着而潮。 如今吐槽大会已经下线,可热度却还在,原因就在于,李淡曾经在节目中的神预言,首先,是许多人喜爱的歌手学之前,沉寂了许多年歌终于火了, 因为性格和才华圈了不少粉,可很快就被网友扒出台出会打开的渣男石锤,让不少人都对他塑造的人设很幻灭,但也有许多真爱粉,不相信,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。 而李淡早在节目中,就吐槽,或薛之谦和他的粉丝们,有粉丝给他留言,要薛之谦,不要参加这种节目,薛之谦的事不要拿掉节目中说,李淡就很骂们。 那些事,薛之谦私下里是个什么人,没想到逐进求垂的垂,除了预言薛之谦,李淡也曾上过这个节目,当时的李淡染了一个很洋气的粉色头发, 一旦调侃自己的美发水平比李小璐高,还趁李小璐是所有男人心中的女神,现在梦醒了,只有贾乃亮没醒,再想想前段时间,闹得沸沸扬扬,得李小璐骗贾乃亮去做头发,实际上却和说唱歌手王好在一起的事件,喜思极恐啊。 张雨琦是个有个性有想法的女明星,长得也很漂亮,只是感情生活一直不是那么顺遂。 当时上吐槽大婚时,张雨琦是二婚,李淡没有恶意的说过张雨琦的感情,早晚可能再经历点什么,果然没过多久,张雨琦就离婚了。 这几波一言你们服不服,上过吐槽大婚的其他明星要小心了啊。